第十三章 第十四節 在他們身上精英厭了以賽亞的語言說 你們聽是要聽見卻不明白 看是要看見卻不曉得 我們會嘗試用一日的時間看這節的聖經 成為我們的借鏡 因為我們將要嘗試用這節的金句 跳到另一節的金句 去理解現時我們自己當前最快 最重要在2012年的時間 我們應該要去理解的一個問題 一個全世界裏面可以說 佔了五成的原因 很多人要留在七連大災難 我說的是所謂的自認基督徒 都是因為這個理由 就是這節經文所說的理由 所以當神的榮耀充滿遍地的時候 當神回來的時候 當神去期待我們有沒有點燈的時候 我們的燈有沒有油 繼續把這七盞燈一盞一盞點燈的時候 我們要理解的這個題目 首先這節的經文裡 其實是來自什麼呢 是來自當時主耶穌基督 去講天國比喻的時候 講到關於當時法利出人的咒座 當時宗教家的咒座 而這個咒座導致他們永遠都不會學得明 聖經真理也永遠學不明神話語裡的奧秘 是吧? 我們看到不是主耶穌基督律 是在以錯阿書裡面所講的一個神 對當時的宗教家的審判和籌作 但是其實他在這裡所講的 有什麼教訓我們要理解呢? 我們要理解 主耶穌在講關於天國比喻 實際上在天國比喻裡 我們知道就是神 由主耶穌來到開祀天國 至到世界末了的時候 都用馬太空第十三章 這個天國比喻去講完 而實際上這裡他講到就是神一直以來 對很多的所謂宗教家 或者有名無實的信徒 的一個很大的咒座 而這個咒座就是什麼呢? 曾經有人問我 其實又說2012年的時候 我們進到這一年 我們踏入這一年 最重要我們其實有些什麼呢? 關於我們自己的缺點 關於我們自己的問題 其實聖經裡面告訴我們 其實我們自己的缺點 就是我們人生黑暗的地方 就是我們人生沒有點燈去光照的地方 如果你問我關於2012年 我們最當前要預備的東西是什麼? 當然我們肯定就是 當前預備使我們能夠被看 既然當前我們能夠預備使我們被看 那什麼不能夠使我們被看呢? 就是這一節經文 跟接下來這一兩天 會跟大家分享的內容 我覺得當前最大理由 導致很多所謂信徒 宗教家不能夠被提 甚至留在七年大災難當中的理由 就是這節經文裡面所說的 就是他們的核眼 並且他們甘於核眼 他們耳聋 並且他們甘於耳聋 明白嗎? 就是這一點 就是這一點神 讓他們繼續留在他們的核眼當中 因為很多人在核眼 他們覺得大安止義 是你的責任使我不核眼 很多人自己掩耳不停 然後覺得是你的責任使得我肯聽 那你要看信仰可不可以用這個方法 發難窄的方法 就是一個流文無賴的方法 是可以使神馬里怕呢? 我們知道當然不可能 神不會買任何人怕的 所以原來在我們信仰當中 我們不負責任的話 我們以為我們人生當中 用開無賴的方法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方法 去對基督徒 去對神的子民 或者去對神的話 這樣很明顯 法力錯人就是一個最好的榜樣 這幫人在當時主耶穌的時候 他們沒有說得到祝福 但我想你知道 亦有一幫人在被提的時候 同樣在神的咒座當中 最主要是因為他們掩耳不停 最主要就是他們監禁去核眼 這個就是其實在我們打從一開始 我們電影報的時候 其中我們有一個題目 就是我們通常我們的故事 很多時候都讓很多人去看完之後 你都起碼有一個概念 就是要誠實面對自己 其實核眼的人 不要叫他去面對世界 或者面對前面的路途 甚至連面對自己 都是自己欺負自己 丁姐妹我想問你知道 關於核眼的教導 你要理解的就是 其實在我們人生當中 尤其是我們答進2012 我們一定要知道一個事實 就是其實我們不進步的原因 或者我們不進步的領域 都是跟我們核眼有關的 核眼基本上為我們帶來 兩個最大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什麼呢 第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沒有辦法看到我們自己的弱點 看不到我們的弱點是什麼 我們統稱叫做盲點 是不是 核眼 這個是可以說 不是我們主動的 這個是可以 有些人甚至是 很無奈底下 因為這個是他的盲點 我們做人就知道 我們事奉就知道 我們甚至在這個世界上工作就知道 世界上盲點是存在的 是不是 這個很多時候是無奈的 不是人刻意去製造出來的 但是另一種呢 就是我們刻意去避開的 是不是 它不是盲點這麼簡單 這些就是我這麼多年事奉 裡面我通常統稱 叫做核眼 不是盲點 什麼叫核眼 主耶穌基督當時明證了這件事 當他說天國比喻的時候 花里祭不是就是一群黑眼的人 就是什麼呢 就是原來在我們人生當中 我們自己有很多我們的弱點 記住我們的題目 仍然就是在2012 我們如何快點升過我們的弱點 但是原來就是在我們的弱點當中 我們刻意去逃避這些弱點 我們不正視這些弱點 我們不誠心面對自己 不正視面對我們自己的弱點或者缺點 在年輕的時候 都算是OK的 但是當我們年紀大了 甚至我們成為領袖 甚至成為人家的父母 我們慢慢的身份 越來越成熟成長的時候 這樣就不簡單了 我們就會開始變成核眼 就好像你看到這些法利錯人 我相信他們小時候 他們最多都是盲點 但是他們成長變成法利錯人 這樣就由盲點變成黑眼 為什麼呢 原因是這樣的 有些人在自己的弱點 他不單止不正視 當人家一提的時候 他們就痛 而並且他也令人去痛苦 即是你夠膽在他面前提他的弱點 他給你面色 你夠膽去講他這些 從小到大 他都知道的這些問題 他跟你死過 對不對 你看到 就好像主耶穌基督 揭這些法利錯人的蒼巴一樣 其實是他們信長上的盲點 但是他們是甘於 由他們的盲點 他們選擇性變成核眼 所以主耶穌說 這個盲的人 在陽方那裡會看到 這個盲的人 真的是天生盲 對不對 但是你們明明開眼 明明開眼 你選擇自己變成一個盲的人 你並且說自己 不是一個核眼的盲 這個就成為你們的罪 換句話說 就是有一些在我們人生當中 我們自己不願意正視自己的缺點錯誤 這個缺點錯誤 這個缺點錯誤 是我們自己做的事 或者是我們的封功遺跡 或者甚至是我們的身份 對於法利錯人來說 甚至包括他們的中牌 這些盲點 他們甘願 可以說主動地將他們變成核眼 這樣就變成什麼 變成誰夠膽提起這件事 他就叫你好受 他就叫你痛苦 而這個才是我們在未來神回來之前 一定要解決的問題 如果不是的話 有生之年 你的弱點 你黑暗的地方 是永遠不會得到光照 馬太方第十三章第十四節 在他們身上精英厭了以賽的語言說 你們聽是要聽見 卻不明白 看是要看見 卻不曉得 心我想 另追尋 跟我追求緊 在哪奴 封身奉獻 封身奉獻 那國和困 求嘴傾傾欠言之擠 愿你圣极光辉 今作我道人 真望照我心 瞬间驱山中画困 让我牵上我心 今贵气最牵引 跟着你脚踪 我心充满在恶悔 心可想灵追寻 跟我最高级 尽心奉起那个我困 求准听听言之言 我心充满在恶悔 我心充满在恶悔 我心充满在恶悔